在文娃的这个圈子里啊 一直有一个传说 就是用双氧水去泡这些裹盒的东西 会特别的干净 而且还不伤盒 这回啊 我就想试一试 用我盘了三年的小桃壶 清理一下 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其实到我玩的已经算是很干净了 但是两边吧 还是有很难去掉的脏东西 这回我就要亲身试一下 这招到底好不好使 咱话不多说 直接开干的啊 这是在药房买的医用双氧水 我们现在就给它置上 想必双氧水的话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 它就是消毒水 也叫过氧化氧 是非常安全的 大家可以放心 我精心盘玩三年的小桃壶 马上就要下水了 说实话还是有点舍不得呀 纠结了半天呢 我还是决定下水 看一看这个方法好不好用 现在桃壶都已经下水了 我们能明显的看到 刚下水不到一分钟 就开始已经冒泡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 我们明显的能看到 这个双氧水已经有明显的浑浊了 上面白色的漂浮雾 应该是桃壶的鬼儿 双氧水啊 它是具有漂白功能的 你泡的时间越长 你玩的东西的颜色 就会变得越浅 所以说安全起见 我们就泡12个小时 看一看是什么一个效果 一转眼 12个小时就过去了 我们能发现 这个双氧水的能见度 已经变得特别的底牢 特别的浑浊 而且上面还漂浮了一层泡沫 感觉特别的涨啊 而且我们能发现 它还在持续的一个冒泡啊 我估计想深度清理的话 得在24小时 该说不说的啊 这个效果 属实让我挺震惊的 没想到双氧水能泡到这么着 而且我们也能看到 这个桃壶 已经是完全浸泡透了 一会儿我们清理一下 看一看 目前是一个什么状态 我已经将它清洗干净了 而且将多余的水分也吸走了 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非常的干净啊 尤其是这两边 特别难清理的地方 简直就是强迫这儿的浮隐能 就目前的效果来讲啊 我已经非常满意了啊 但是至于它的颜色和包件 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等三天应该以后 我给大家再拍一个视频 三天已经过去了啊 从目前来看的话 颜色是掉了两个度 包件呢 也是掉了一半 但是清理的效果非常的好 看到这儿的小伙伴啊 肯定会有很多疑问 就是这个双氧水 会不会破坏它的盒子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呢 双氧水它是不具备腐蚀性的 说白了它入口都没有问题 所以说是非常安全的 这回呢 我是用桃壶给大家做了一个案例 如果说大家想要清理 其他的文玩产品的话 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和准备 切勿盲目模仿 但该说不说的啊 这个效果我是相当满意 真凶啊 正好啊